你 景昊 你怎么会跟景昊在一起 你没看到吗 才会多了 景昊 阿姨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了 好像很不欢迎我了 这嫁入好闷的阔太太 果真过得不错嘛 不过就暖闷了 你怎么好意思继续待下去的 我想跟你谈她 现在吗 当然是现在 未来 你别走 我求求你 帮我从这个家再走 好 我不走 乖乖的 我下楼给你盛碗汤去 给你盛碗汤去 你到底想干吗 我能干吗 你不要动不动就一副盛气里的样子好吗 现在的小三可真不得了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对待你这种女人 李树就免了吧 你说什么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你老公 我喝酒的时候 一勾一个婊子的叫你 把布捡起来 你打上瘾了是吗 把布捡起来 把布捡起来 滚 现在就从我家里滚出去 滚出去 别喝了 又出去喝酒了 跟蔚蓝吗 是啊 我们喝了很多的酒 而且还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怎么了 不错 知道不该做 还做 挺有胆的 那我也没你有胆吧 你都这样了 还把爸妈哄得服服帖帖的 我真应该佩服我老婆 是这么的有才情啊 我们潘家真是太需要你了 我先睡了 我明天还要带恩出去呢 你少拿孩子的脑袋牌 恩在你眼里是什么 那不是你嫁进盘家的砝码吗 你听谁说的 蔚蓝吗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拿孩子 当做你实现你毒气的工具 你这个女人真是太喝毒了 潘景浩 你疯了吧 你忘了吗 当初是谁进谁的房间 你忘了吗 我都快已经受不了我妈妈的爱情 我决定要离开你了 是你 你跑过来告诉我要对我负责任的 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你告诉我 胡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他是咱们知道我号码的 难道是巧合吗 还是你设下的骗局 我往往没有想到 你居然残忍着告诉我 你跟我在一起是第一次 你真是瞎见 你真是把我的叛递堂的人 给遇回了 你告诉我 你还要怎么样 潘景浩 不是我 是宋永齐 是蔚蓝 我已经决定跟你要好过一辈子了 我发誓我要是骗你 我出门被车撞死 你给我闭嘴 道歉那你还在脚边是吗 啊 没有 我没有 你要活成了是不是 好 是我跟胡杨传统好了 我让胡杨来骗你 我跟他一起把你骗成这样 你满意了吧 你满意 你把我半斤好害成这个样子 到现在你告诉我 我满意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因为我爱上了 我妹妹的账字 因为我爱你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骗子 你还要骗我多久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的骗局 你还要骗我多久 我没有骗你 我没有骗你 我 进一步就看看 你在我面前是什么演习的 潘景浩 你放开我 潘景浩 潘景浩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站着 潘景浩 你给我过来 再也不要这么做了 我会试着原谅你一次 可是 如果你和解的方式 只有这一种的话 我会选择自动放弃 是个男人 就做点男人该做的事情 别让我瞧不起你 我会选择 你 我会选择 我可以选择 你 是谁 是啊 我们喝了很多的酒 而且还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怎么了 胡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他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 温罪你了是什么 那不是你加金盘家的码码吗 那不是吗